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人不仅在陆地上和中国等国家作战 在海上也没有闲着 为了和美国争夺海上控制权 不惜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包括了中途岛战役 轰炸珍珠港等多个世界知名战斗 不过要说最有特色的一场战斗 爆发在南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岛战役 绝对算得上是经典 这一战不仅精彩绝伦 甚至还有一个让人捧腹的日军失败原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战斗 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失败后 日本军队再次失去了部分海上控制权 甚至还丢失了大部分地区的制空权 日本人总结经验认为 想要继续保持战略目标 向南太平洋开进 需要再次与美国海军开战 以便尽快打通南太平洋航线 不过在中途岛战役结束后 日本海军指挥部也意识到 经历了轰炸东京和中途岛失利 日本海军当前士气低落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于是为了缓解这种情绪 他们决定在南太平洋门户 借鉴美国人的经验 在属索罗门的一个小岛 瓜岛上专门为空军修建一个航空基地 一方面这个基地可以极大程度地增加 日军海上作战续航能力 另一方面也可以掩护其他部队 在墨尔兹比港的军事行动 再者说也可以开始向澳大利亚推进 从而将南太平洋的海上控制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日军在瓜岛修建航空基地和机场 是经过多方考察 主要是因为瓜岛在其所占领的 拉鲍尔作战班境内 1942年初占领的拉鲍尔岛上 已经集结了日军约700架飞机 四艘航母等军事力量 当然 日军最开始选择的图拉基岛 不过在发现瓜岛北部更为平坦后 直接派起了一支2000多人的工兵部队 于同年6月16日正式登岛施工 到了7月初 又增加了700工兵 此时岛上总人数已经接近了3000人 其中包括警备部队240余人 距离瓜岛最近的图拉基岛 则驻守了包括航空部队在内的740余人 8月初 经过一个半月的赶攻 瓜岛航空基地基本修建完成 与日军在南太平洋的强势步控不同 美国在这里的主要军事部署集中 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大岛上 不过在日本占领拉鲍尔后 美军也分别在距离新西兰较近的 埃法特岛和圣埃斯皮里图岛修建了机场 7月4日 美军根据侦察机侦测到的情报 终于发现了日军这一相当可怕的行动 日军在瓜岛上建立起的机场 已经对美军在南太平洋上的海上枢纽 造成了直接威胁 一旦被日军首先发动攻击 那么美军或将承受 失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后果 于是美军紧急调整了之前定制的 瞭望台计划 将首要目标从拉鲍尔转向了瓜岛和图拉基岛 紧急调集正在新西兰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 准备登岛作战 在战斗资源部署上 美军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除了第一师原有的11艘驱逐舰之外 还派遣了多支编队支援 其中一支包括8艘巡洋舰 驱逐舰掩护编队 第二支支援编队主要为包括三艘航母 6艘巡洋舰 16艘驱逐舰 此外还可以随时调动 临近西南太平洋战区的 300余架暗机飞机 7月26日起 所有瓜岛作战准备部队集结科劳岛 进行了系列登陆演习 到了这里不难看出 美军不管是在军队部署 还是其他军事设置配备上 都进行了充沛的准备 这主要是由于瓜岛此前 并不属于美军的战略部署重点 对该地区极度缺乏了解 相比较日军在瓜岛和 图拉基岛的军事部署 简直呈覆盖式碾压 然而此时的双方都不知道 对方进行了怎样的军事部署 也错误地预估了对方的兵力人数 信息的不对等直接导致了 这场惨烈与黑色幽默并存战斗的发生 1942年8月7日 美军在没有最新航海图和导航的情况下 经历了一个兴起的航情 终于到达瓜岛 为了打好这一灯陆战 美军此前专门演习了一周时间 要说美军没有准备 他们却拉练了大部队 连海军陆战队和大量的战舰 都开到了瓜岛和图拉尔岛 可硬说他们准备充分也不太现实 毕竟这支庞大的军事队伍手里的航海图 竟然来自90多年前 其实最开始的登陆战 美日双方交火 不论战斗力 单论人数 日军就不是对手 不到3000的兵力 还有2700式工兵 如何能与美海军陆战队 一万多人相抗衡 7日凌晨天刚蒙蒙亮 还在睡觉的日军 就听到岛上惊天动地的响声 此时的日军集体失了声 怎么也不会想到 工兵部队竟然遭到了美军主力部队的袭击 简直划天下之打击 在美军持续不断四面八方的持续打击下 瓜岛日军还没来得及进入战斗准备 就被送去见了太难 岛上刚刚修建的各种军事设施 也被美军精准打击 化成了一堆堆废墟 日军白忙活两个月 最后连命都搭进去了 不过航空基地和机场 却得以保存了下来 日军虽然不干人事 但在太平洋上的眼光还是不错的 他们选择瓜岛修建航空基地本身 就对控制南太平洋有着相当大的优势 而美军在打下瓜岛后 没理由不利用 不过岛上的部分 日军凭借着几个月来对地形的了解 有小部分人知己逃进了岛上的丛林中 并开始向附近岛屿发送求援信息 但十七军指挥官白武勤级错误地认为这次战斗 只不过是美军的阳攻 真实意图是冲击日军占领的其他岛屿 与十七军的反应迟钝不同 隶属于第八舰队的三川军 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立即带领多艘军舰来到瓜岛附近海域 对增援美军在海上进行阻结 此时瓜岛上的第一轮作战已经结束 美军不仅占领了机场 而且为了防止日军反扑 已经开始修建军事防御设施 对岛上关键地点进行军事部署 进行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纵观二战时期 日本人的战斗力呈现出了前后两极的强烈对比 要么战斗力超强 要么打得一塌糊涂 路上作战停陷昏招 海上作战无脑向前冲 可即便如此 他们依旧取得了不少优势 尤其是在海上的太平洋战场 日军可以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将美军压着打 要不是最后行为太过逆天 又频繁出现指挥错误 太平洋战场的控制权 最终归属还真不好说 以瓜岛战役为例 中途岛海战的高杆 似乎让日军飘了起来 缺乏对美军信息的掌控 同时对重要军事设施节点 也缺乏保护和管控 错误的托打 也让其失去了 瓜岛机场这样的战略设施 不过就在失去瓜岛后 日军的智商终于上线了 之后的几场争夺战中 还真是一度让美国人吃了大亏 然而这种优势并没有维持太久 最终却输在了一个 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8月19日 姗姗来迟的白武情纪部队 终于到达了瓜岛海域 这次他们派出了一幕支队 在瓜岛大五角登陆 也不知道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 一幕支队竟单独登岛 没有任何支援和后勤保障 21日 岛上的一幕支队 直接冲击了美军构筑的最后一道 也是最坚固的一道防御线 但由于自身托大和对美军兵力不了解 在第一轮火力对拼结束后 一幕支队直接原地消失 被美军打得全军覆没 空域作战中 日军也在第一时间 派出了一百多架战斗机 对美军军事设施和舰船进行了轰炸 以损失30余架战斗机的代价 炸毁了美军一艘运输船和一艘驱逐舰 最主要的是 他们竟然对岛上的美军后勤 补给仓库 视而不见 白白错失离此卡美军脖子的机会 到了这里 美军已经掌握了原日军占领的 瓜岛和图拉尔岛 并很快掌握了两个岛屿的运输线 将日海军部队阻挡在海上交通线之外 双方在海上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斗 互有胜负 战舰损失相当严重 不过趁着双方主力部队在海上交货激烈 白武勤级命令山口支队 35部兵团和第四部兵连队 偷偷钻了美军空子 直接这两支部队开到了瓜岛进行支援 截止到9月4日 日军一共向瓜岛输送了6200多兵力 并对岛上机场进行了冲击 日军的想法很直接 既然美军占领了自己修建的机场 现在通过机场不断增援 将来还会凭借该战略要点 夺取南太平洋控制权 不如现在先炸毁机场 夺回瓜岛后还能再商量 于是对机场发起了冲击 在这场被称为血岭之战的战斗中 美军仅用了40人兵力 就送走了1000多日军 与此同时 岛上的日军也开始了对美军防御圈发动攻势 也就是之前一幕支队消失的同一个阵地 谁想到美军一天在阻挡日军攻势 另一天也危险着 悄悄绕到了日军后方的大五角 直接将其后勤补给先切断 日军傻眼了 没饭吃 没有子弹补给 几千人作困仇成 此时他们面临了多种选择 其中绝大多数的选择都能活着 可日军却选择了必死的一条路 在失去了补给后 他们直接冲进了岛上的森林 准备伺机对岛上美军进行再次冲击 9月12日 吃够了树皮和草根的岛上 日军终于坐不住了 决定对美军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战斗 然而这一战很快就以日军的失败告终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明明绕到了理论上美军守卫最薄弱的地带 为什么还是遭遇了对方大量兵力 9月中旬之后 白武擎级先后调兵2万余人 前往海域和岛上进行作战 双方在海上 岛与陆地进行了多次对战 绝大多数日军都无法取得优势 只能不断地增援再增援 面对一次接一次的损失 日军似乎毫无知觉 总是与美军进行以少碰多的战斗 失败了就钻从零 赢了也没有取得多大优势 面对日军葫芦娃救爷爷的操作 美军也是惊呆了 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日军 美军也困惑了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上岛 于是双方在作战的同时 开始比拼起了后勤保障和增援能力 你一波我一波 不断有增援部队到达瓜岛 本来预定的小规模登陆战 在双方的不断加码下 竟然达到了空前状态 这也导致了瓜岛战役时间不断被拉长 直到第二年2月才结束 此时的日军仅剩下1.2万兵力苟延残喘 这次的日军损失的约2.4万人 其中包括战斗中死亡1.4万 病亡9000 被俘1000 在战后统计时 美军方面也公布作战人数 瓜岛作战人数竟然高达6万余人 还不包含海上舰船战斗力 伤亡人数仅有不到6000人 双方差距如此之大 似乎并不符合美军风格 以美军以往作战来看 他们凭借的更多是武器和装备优势 很少以这样人数差距如此悬殊的战斗 这次的战斗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直到多年后 曾在美军部队服役的军医给出了答案 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计数了这次作战的经过 和对日军人数进行的专业分析 当年美军为了拿下瓜岛取得作战胜利 采用了一种相当科学的分析方式 通过排便量估算日军人数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误会 当时在攻打瓜岛之前 根据分别量分析 日军助手刮 扑二岛的人数应该在8500人左右 于是美军为了取得战斗优势 派出了日军兵力的1.5倍左右 之后的增援也是如此 虽然美军没有看见日军具体人数 但始终根据这种科学方式 同样派军加码 这就导致了双方兵力数量差距悬殊 并不是美军的方式不科学 而是他们忽略了双方在饮食习惯上的巨大差距 日本当时的经济已经大规模下滑 岛上的物资又不充足 但为了支撑海外作战 只能从四面八方凑来了杂七杂八的粮食和蔬菜 这些食物有一个共同特征 就是吸收快纤维素 从而导致排便量增大 所以在调兵部署时 美军始终保持着绝对的数量优势 再加上装备精良 也就保证了战场成见碾压式局面 瓜岛战役 作为二战时期太平洋战场的重要作战 给人们敲响了信息不对等的警钟 让人们在啼笑皆非的时候不由猜测 如果当初日军也对美军数量进行提前分析 从而得知了美军真实人数 最后的结果如何还真不好说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尽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事 回复001即可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